印度北部喜馬加爾省連日離暴雨成災 兩天內有超過五十人死於洪水或山泥傾瀉 年紀最小的只有兩歲 由於仍有大約二十人被困或失蹤 預計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 印度北部連日暴雨造成多個地區發生山泥傾瀉 其中多間房屋被染沒 更有大學校園被沖毀 同時有大量道路塌陷 導致有汽車在懸崖邊緣 超過幾百人在場參與救援 當地的救災小組表示 在過去兩天至少已經有五十人上升 而離難者大多數死於山泥傾瀉 另外也有人在過河時被沖走匿蔽 另外在星期一上午 山城西姆拉的一座神廟被山泥沖毀 據報當時有超過五十名信徒正在裡面參拜 救援人緣挖出九具屍體 多人生死未預約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再見 再見 感谢观看